它上面是塑料的 但是它下面有一个黑色铁做的台阶 但是我小孩就跟在后面 它就在我旁边 然后就摸了一下那个铁板 可能它吃痛以后 它就支撑不住 那个手肘就碰到那个铁地 整个过程它被探到到我抱起来 可能就四五秒吧 它手一起来就完全白了 他们老板说先去处理伤口 医院里面处理伤口 我们处理完以后 去到园区找了负责人的时候 然后又换了另外一个人 那个就说我们没有够票 所以他们不负责 没到一米的 然后那是没买票的 就有一个设备呢 是有一个抵柱 黑色的嘛 那个抵柱也就是十几米高 我们也看了监控的 他那个父母在那玩 然后也没管他 那孩子可能就是摸到的 当时我们第一时间 也带他去医院了 我花了九百多 然后呢 他说这个钱我也不用你拿了 但是呢 孩子后期换药呢 一个两天就要换一次 换一次就要四百块钱 他说要换半个月 然后说两千八百块钱 让我操 孝生也有提示 我们说 我们说就是你这种免票人 其实需要监护人来监护的 安全责任是要监护人来负责的 Bloomberg Guha 还净 首先 优优独播 想 吴